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一到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酸碱体质 你有听过酸性体质容易让人得癌症这样的说法吗? 或是有没有被长辈念说,诶,吃太多肉,体质变酸容易被蚊子咬 还有多喝柠檬水,多吃蔬菜,可以中和酸性体质之类的说法呢? 网络上面有很多在讲酸碱体质的文章 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跟你说,该怎么吃才可以调理体质比较健康等等 但事实上,早在2018年的时候 美国法院就已经把发明酸碱体质理论的人判刑入狱 还要他赔偿1.05亿美金给受害者 这等于是宣告说酸碱体质理论根本就是假的 但是流传在网络上面相关文章还是很多 感觉上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背后的真相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破解酸碱体质的迷思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想要换新笔电吗? 你可以考虑Lenovo全新的ThinkPad Z16笔电 ThinkPad Z16搭载AMD Ryzen Pro 6000U 系列行动处理器 和16寸4K OLED 低蓝光显示器 不但电池续航长达20.5小时 还支援快速充电,随时随地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Z16的机身采用回收铝金属和塑胶原料制成 有着特殊的北极灰外形 就连外包装也采用100%可回收的材料制造 能减轻环境负担 另外在作业系统方面 Lenovo推荐商务用Windows 11 专业版 透过更简单、更直觉化的体验和毫不费力的浏览 来提升您的专注力 只要按几下并使用翻新的开始、工作列和浏览中心波动 就能完成工作 在电脑间和线上搜寻 而不需在浏览器、缩影标签和资料夹之间切换 并且快速存取最近使用过的文件 从至终的开始和干净的版面配置 到全新的图示、桌布和音效 新版Windows 11 可让您的工作变得更简单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患笔电打算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 了解更多ThinkPad Z16 的详细资讯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根据我们从网路上面找到的资料 酸减体质理论基本上面主张一个健康的人 应该要是一个弱减性的体质 而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会影响到人体的酸减性 也就是PH值 不过食物的酸减性并不是吃起来酸就是酸性 吃起来不酸就是减性 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的动物肉类 鱼虾贝类等等的海鲜 还有蛋、精致、甜点、油渣类食物 被人体吸收之后都会变成酸性 所以是酸性食物 而各种蔬菜还有水果在消化吸收之后 在人体内会是碱性的 所以就是碱性食物 所以你可能有听过 明明吃起来超酸的柠檬 其实是分类在碱性食物里面 而这个理论相信 如果你长期吃太多的酸性食物 那你的身体体质就会变酸 很容易出状况 像是失眠、便秘、拉肚子、肩颈酸痛等等 而且还会影响免疫力 变得容易感冒 甚至会引发慢性病以及癌症 不过如果你可以把体内的酸减值平衡回来 你的身体就会自然地恢复健康 所以这个理论通常都会建议你说 要多吃碱性的食物来中和目前的酸性体质 甚至有一些文章会说 喝碱性水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功效 所以市面上面也会有矿泉水或是绿水机 会特别强调自己是碱性离子水 宣称酱喝比较健康 那目前听起来 酸减体质就是一个透过饮食来平衡身体的理论 不过这种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酸减体质理论最早是由一名叫做杨恩的美国人提出来的 杨恩自称是一个专精自然疗法的医师 还拥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背景 比如说他大学主修的是商业跟生物学 后来又到了克莱顿自然健康学院 还有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专业营养学、生物化学和自然医学等等 拿到了很多个硕博士学位 而且早在他提出最有名的酸减理论之前 杨恩就已经开始透过分析血液 来帮其他人提供营养咨询 在2001年的时候 他还跨足了癌症治疗的领域 透过血液分析的结果去给癌症病患一些饮食建议 2002年 杨恩出版了一本叫做《酸减奇迹》的书 没有错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他正式推出了这个影响深远的酸减体质理论 他在书中主张说 酸性体质是一切病痛的根源 只要进行减性饮食疗法 就可以让血液变回弱减性 进而治疗疾病回复健康 而为了要推广这个酸减体质的概念 还有他的这套酸减疗法 2005年的时候 杨恩在加州创立了一个酸减奇迹牧场 如果你自认是一个健康状况不太好 身体很差的人 那就可以加入他 一起住在这个牧场里面 透过减性饮食来治疗疾病 他宣称说 自己用这套减性疗法 成功治好了一位女性的乳癌 而这个手法也成功地让杨恩开始打出名气 在2007年的时候 他甚至受到了美国重量级脱口秀 欧普拉秀邀请上节目 跟所有的观众介绍他的酸减理论 而在节目播出之后 杨恩从此声明大噪 后来还受到了很多广播节目的邀请 去介绍这套酸减体质理论 而杨恩除了2002年的酸减奇迹以外 他还陆陆续续出过好几本书 像是糖尿病患的酸减奇迹 以及减重者的酸减奇迹等等 主题基本上都围绕着酸减理论 而这些书也跟着各种访谈节目的曝光 销售量大增 根据他官方网站的说法 这个系列书籍的全球销售量 已经超过了450万本 还翻译成超过27种语言的版本 真的是非常惊人 不过 杨恩这套听起来很厉害的酸减体质理论 因为在媒体跟网络 民众之间都太有名 有名到连国外的人 譬如我们都在模仿 他也因此吸引了政府的目光 2011年的时候 加州医疗委员会开始秘密的调查杨恩 还有他的酸减牧场 而2015年的时候 一位叫做凯莉的乳癌病患 主动跳出来控告杨恩乍旗 她说她当初检查出乳癌的时候 一时感到很无助 去找了杨恩做咨询 结果杨恩建议凯莉放弃医院的化疗 跟着她去他的酸减牧场 调整一下自己的酸减体质 凯莉当时听到理论之后觉得 哇 好像真的很不错 只要调整好饮食 不需要化疗也可以康复多好 更何况杨恩都已经上过 那么多重量级的媒体 应该很难是假的吧 凯莉因此决定转到她的牧场去治疗 不过凯莉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而反而还进一步的恶化 2013年 凯莉终于决定回到医院做检查 医生却告诉她 癌细胞已经扩散 她大概只剩下4年的时间可以活 一直到这个时刻 凯莉才惊觉自己被骗了一大笔钱 还赔掉了自己的健康 因此一状告上了法院 后来警方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大家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牧场 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疗养中心 里面住了很多的癌痞病患 平常杨恩不是给这些病患 吃吃碱性食物就算了 他甚至会开立处方去治疗他们 不过杨恩开的处方 居然是把碳酸氢钠 也就是小苏打水 直接打进患者的血管里面 说这样可以综合患者酸性的血液 更扯的事情是 根据媒体BBC的报道 注射一次小苏打水的费用 就高达550美元 差不多是16000多台币 加州医疗委员会还发现 这个牧场当中 有15名的癌症患者 在接受了杨恩的治疗之后 不但没有把癌症治好 最后都还因为病情恶化而去世 除此之外 调查也发现 颁给杨恩很多学位的 那个克莱顿自然健康学院 其实根本就没有跟政府登记注册 完全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所以杨恩所称称自己拥有的那些专业背景 也被外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017年 美国法院对杨恩判了18项重罪 要服3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 杨恩也对法官承认和接受了 他的罪行没有再上诉 而在2018年11月的时候 法院在判杨恩要赔偿1.05亿美元 大约台币30亿 给刚刚说到那位乳癌患者凯莉 来配上他延误就医所造成的损失 那根据美国法院的这些判决 等于是宣告杨恩的酸减体质理论 其实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完全可以说是伪科学 可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理论主张 听起来都蛮合理的 是哪里有问题呢? 其实杨恩的酸减体质理论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体血液中的酸减值 照理来说不太会有很大的变动 多半会稳定的落在PH值 7.35到7.45之间的弱减性 这是因为人体内的环境 都需要精准的控制 才能够让细胞正常的发挥功能 所以如果血液的PH值超出了正常范围 不管是偏高或是偏低 身体都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症状 太低的话会变成所谓的酸中毒 造成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而如果PH值太高的话 则会变成减中毒 产生各种手麻脚毛头晕 或者是胸闷的状况 而且我们的肺脏和肾脏 也都可以透过改变血液里面的二氧化碳 尿酸和磷酸的浓度 来调节血液的酸减性 因此除非这两个内脏的功能 出现大问题 否则我们血液的PH值通常不会太失控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想要透过饮食摄取的方式 来调节体内的酸减性 其实也很困难 这是因为 虽然食物本身确实有不同的酸减性 但是吃下肚子之后 都会遇到胃酸还有小肠里面的碱性消化液 基本上食物被消化完了之后 就通通都被酸减中和掉了 几乎不可能还是原本的酸性或碱性 所以不管你吃的是所谓的碱性食物 还是喝下碱性水 其实都不太会对我们身体的酸碱性 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杨恩才会想要把碱性的小苏打水 直接注射到患者的身体里面 赚这种不该赚的钱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碱性饮食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撇开创始人杨恩的各种争议跟极端做法 其实网路上面大部分提倡 酸减理论的文章 内容都只是建议你要多吃蔬菜 水果少吃肉 这种的建议 对于总是大鱼大肉的现代人来说 其实还是蛮好的 如果我们重点不要摆在酸减中和 而是摆在均衡饮食 不要吃太多的精致淀粉 还有高油高盐的肉类 多吃蔬菜水果 那对健康还是真的会有点帮助的 好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酸减体质的理论 其实是胃科学 但是有些人真的就很容易被蚊子叮 这个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 其实有蛮多的科学家也都很好奇这个问题 那目前的研究是发现 实际上面最容易吸引蚊子的 并不是酸性体质 而是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 在二氧化碳浓度越高的地方 蚊子就越容易聚集 而且蚊子甚至可以在30公尺之外 就能够感觉到我们彼此呼出来的二氧化碳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而除了二氧化碳 其他会吸引蚊子的因素 还有像是体温 皮肤流汗产生的湿气 还有细菌分解汗水产生的乳酸 以及各种气微分子等等 譬如有研究就指出 喝酒之后的酒气会吸引蚊子 但总而言之 关于蚊子爱不爱叮你的这个问题 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 但基本上 跟你的体质 酸碱度 身材 是胖是瘦 血型是什么 其实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节目的最后 也来聊聊我们制作这一集的一些想法 我们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相信这个理论 我们讨论过后 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会相信一个理论 常常是因为有专家跳出来 为这套理论背书 那大部分就会基于相信专业而被说服 比如说 在这个酸碱体质的争议里面 理论提出者杨恩 本人拥有很多不同专业的相关背景 像是生化 营养 医学等等 他的高学历形象 对一般不是科学背景的人来说 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也很容易 因为他的专家头衔 就相信他说的话 提出来的理论 而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 我们一般人大多比较倾向 去相信自己能够理解的事情 常常只要觉得自己听懂了 就感觉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以这次的酸碱体质理论来说 可能是因为酸碱中和的概念 几乎大家都有 小的时候自然刻意有学嘛 即使你没有科学背景 也会觉得听起来很好懂 而最后第三个点是 我们感觉提倡这些理论的人 常常都会利用中老年人 在养生健康的心理 或是癌症病患 对于求生的渴望 来说服大家进行特定的疗法 那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 长辈们之所以会看这些资讯 除了是担心自己之外 其实也是想要关心 身边的亲友或子女 但大部分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 其实都很难判断 这些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有的时候 所谓的专家可能是假的 有的时候 科学研究也会不断的前进 原本的各种理论 都很有可能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被推翻 所以在听完这题之后 如果你未来有遇到 相信酸碱体质的长辈 那其实也不要急着怪罪 这些不小心悟性的人 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 你可以做的 或许是温和的关心他 或是把我们的节目 也推荐给他 这样就可以一起 接受新的资讯了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关于酸碱体质迷思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追踪跟订阅 另外我们在EP32也讨论过 不用洗发精洗头的流行 只用薪水来洗头 真的会对头发更健康吗 这样会不会洗不干净呢 如果你对于这个问题感兴趣 欢迎你去听听看 EP32的讨论 而如果是对于 这集酸碱体质迷思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五星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 掰比